这是一顶用金子做的皇冠 这个碗是用一块玉做成的 它的盖子是用金子做的 这些东西在当年都是很珍贵的 却被这三具尸体长期霸占着 这是1956年央视直播发掘定灵的真实画面 在郭沫若的指挥下 上百号人拎着铁锹锄头 打开了这座船室林井 而墓主万里皇帝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422位天子中 第一位被当众挖坟八官的帝王 其中出土的陪葬品多达3000余届 全都是国宝级的重器 金冠玉碗青花紫 就连衣服都是奢华的江南绸缎 然而谁也没想到 因为一场意外 墓中的宝贝险些毁灭殆尽 万里皇帝的尸骨更是灰飞湮灭化为鸡粉 消息传到周总理耳朵里 当即下令 从此打消一切针对帝王林井发掘的计划 究竟当天发生了什么 在这座地宫中 还出土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1956年 几辆汽车缓缓驶入北京昌平区大峡谷东路 在这里坐落着树牌威严的建筑 车厢内气氛活跃 以人喜笑颜开 不停地在纸上写写画画 他就是郭沫若 数月前在他的建议下 由北京市文化局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的考古队 已经同意正式对定灵进行发掘 消息传出后 考古街一片哗然 因为这儿的主人 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 明万利皇帝朱义军 据史料记载 其下葬时带走了无数奇珍异宝 随便一个都可以填补历史空白 正因为如此 挖掘一开始 一股紧张感就弥漫在每个人心头 三年后 地宫涌到终于被打开了 然而下一秒 一堵高大的金刚墙挡在了面前 上面的青砖严丝合缝 水火不清 像极了小说中的铜墙铁壁 在耗费了十几个小时后 工作人员勉强掏出一个窟窿 就在众人以为墙后就是瞩目事实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五米外 一尊雄伟华丽的大理石门 静静一立 其标准竟然是仿造 故宫大门一比一雕刻的 就连门锁都是人工打磨出来的 哎呀 真是太美了 这些大伙惊叹不已时 透过缝隙可以清晰地看到 硕大的封门石 死死地抵在后面 弱哥普通毛贼可能早就知难而退了 但这里的专家个个深境百战 只见几人三下五除二 就做了条拐弯钥匙 伸进去轻轻一拉 封门石当即以为 下一秒门开了 尘封三百年的地宫 终于暴露在大家面前 快看 长明灯 顺着手指的方向 只见不远处 屹立着三座汉白玉雕琢的宝座 上面的青花大罐鲜亮如鲜 仿佛昨日才下葬似的 地下宫殿的大门 视觉成功了 这座三百多年前建造起来的地下宫殿 终于被我们找到了 你现在看到的正是1956年 明万里皇帝定灵的发掘现场 帝王金冠青花大罐 奢华无比的玉石珍宝 这些在今天拍卖市场 动辄百万起步的珍宝 在这里却多如牛毛 甚至就连墙上的龙纹 也是汉白玉雕刻的 彼时望着面前的金山银山 郭沫若等人简直像做梦似的 他不由的来到一尊 嘉靖年间的青花大罐面前 正中央插着一柱长明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太久 里面的鱼油已经耗尽了 按照计划 众人顺着涌道往里走 面前的空间突然豁然开朗 只见三口宏观在黑营里躺着 最外层的漆鲜亮如鲜 经鉴定乃是万历皇帝 及其两位夫人 孝庄皇后和孝敬皇后的安身之处 其中一副早已塌陷 各种金银瓷器 欲见散落一地 场面之壮观令人瞠目 皇后的陪葬尚且如此奢华 那皇帝的岂不更厉害了 此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欣喜 一旁的郭沫若 更是迫不及待的命令工作人员 现场开关 他要亲眼目睹传说中的万历皇帝 随着干板徐须升起 一座金被赫然映入眼帘 只见枕头位置躺着一顶龙关 上面的装饰流光异彩 精妙绝伦 紧接着 各种御展金盖翡翠酒壶 源源不断地从关中取出 数量之多铺满了整个地面 事后统计足有三千多件 哎呀 太美了 太漂亮了 正当考古人员对宝贝赞不绝口时 意外发生了 眨眼的功夫 上面的图案从鲜艳蜕变为暗淡 还有一些漆漆开始腐烂塌陷 最令人心疼的是 数天后 原本华丽的丝绸 居然长满了霉变残不忍度 彼此郭沫若才意识到 因为冒进发掘 技术落后 墓中的珍宝正在大量流失 就在众人想方设法弥补 准备将万历的棺材运出去时 一场更大的麻烦来临了 这是一顶用金子做的皇冠 这个碗是用一块玉做成的 它的盖子是用金子做的 这些东西 在当年都是很珍贵的 却被这三具尸体长期霸占着 这是1956年 央视直播发掘定灵的真实画面 在郭沫若的指挥下 上百号人拎着铁锹锄头 打开了这座船式林起 地宫中的宝藏规模之具 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正当发掘进行到紧要关头时 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 发掘队被叫停工作 这导致地宫内数不清的文物 暴露在空气中 沦为垃圾一点点腐烂 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万历的棺果 作为考古中至关重要的线索 他居然被随意拉到城外 找个山沟丢弃了 等到研究人员漫山遍野的寻找时 早就没了踪影 事后据说 被某位山民拉回家当柴匹了 比起上述悲剧 接下来发生的 绝对是中国考古史上 最骇人听闻的一幕 1966年某天下午 一伙热血高涨的年轻人 浩浩荡荡地冲进了定灵 他们手握木棍 铁棒等砸开的铁链 怀着砸碎旧社会的决心 把墓中的文物尽数捣毁 瓷器遇见酒杯等摔成粉末 那些搬不走推不倒的 索性砍成千疮百孔 没有人算得清 这场暴乱给丁宁造成了多大损失 只知道在此次行动中 连万历皇帝及其夫人的尸骨都未能幸免于难 被石块砸成树结 最终复制一具烧成鸡粉 千军一发时 仓库几位管理员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拼死救下了金义善官 凤官等几件无价之物 如今他们被安放于博物馆内 作为华夏五千年国宝对外展出 六十年后 随着这场闹剧一点点走出我们的视线 定宁也重新回归了平静 经过这场风波 墓中的陪葬品大都损失殆尽 可即便如此 留下的龙袍残片上 依旧可以感受到大鸣起云 也正是从此开始 我国停止了 针对皇帝临请发掘的行动 直到今天 秦始皇陵依旧是只可远观不可泄完 地宫内的景象始终是个谜 困扰着无数中外学者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